好 毕业季就快要到了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留下美好的童年回忆 花莲市立幼儿园11号的上午 特别邀请专业的儿童摄影师 为大班的小朋友们拍摄毕业照 也让他们在人生的第一阶段的学校生活 留下珍贵的画面 花莲市立幼儿园120名大班小朋友 披上毕业袍 站上台阶 在摄影师的引导下 和市长维佳燕 园长李飞玲 及全校老师共同拍下人生第一张毕业照 而这对于孩子们来说 也是准备走向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孩子们 在我们的中庭来一起拍一张毕业照 那也希望说这张照片能够让他们了解 跟可以想到以前在我们在室幼 发生的一切的一个过程 跟一些学习的过程 那还有一些老师包括我们飞飞园长 都非常的让孩子们 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 那期盼未来他们能够在新的学校 能够学习的更多 也交到更多的同学 那在这边也鼓励我们的孩子们 都能够未来都能够顺岁 一路顺岁 四个班级除了大合照之外 也分别拍摄板级照 在专业儿童摄影师的指导下 小朋友们喊着口号百换知识 记录下每个可爱模样 而园长李飞玲也提醒四名相亲 家中如果有借铃路员的孩子 花莲市立幼儿园将会在5月15日公告招生讯息 请密切留意市公所网站及脸书粉丝专业的追星讯息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